为在崇德路上前往翠华路的机车道 出现令人奇怪的景象 机车停等红绿灯时 为了避免影响右转汽车的动线 纷纷整齐有秩序的排列在双白线上 跟类线汽车针道 往来这条路上的机车骑士们 也好像见怪不怪 这种状况应该是有一阵子了 摩托车都挤在这个白线上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设计不良 很危险 高雄市议员李雅慧就常接获民众陈勤 表示该路段上机车道的问题 李雅慧在议会交通部门咨询后 与交通局前往勘察 并要求相关单位尽快改善 以免影响机车骑士行驶上的安全 雅慧就在议会上 特别的跟交通局局长提出 其实真的是要把这个 右转转右道或者是说 快车道跟慢车道 明确的规范出来 才不会有这种车道混 车质跟汽车跟机车这个混合 杂乱不知道要停在哪里 红绿灯要停在哪里的这种乱象 来做改善 那预计大概在五月底的时候 它整个道路会去做一个跑铺 那跑铺完以后我们会 因为所有的道路的宽度都已经出来了 到时候我们这个地方 就会配成五个车道 那往西方向的话 就是三个方向 分别是直左直行跟右转车道 那这样的话 这会有效的去把那个 各形象去做分了 不会像现在大家 特别是右转跟直行的 全部混在一起这样子 机车骑士们再体谅一下 因为翠华路上 绿源道工程还在进行中 导致交叉路口的 重德路路面车道缩减 随着绿源道工程 进入最后施工阶段 交通局也承诺 将在五月底前 重新划线完成 还给汽机车使用人 一个专属车道 不用再互相征道 记者李嘉隆采访报导